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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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难想象 这样的东西的比较点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 我觉得不用比啊 不用比 不用比 不用比较 两个都晋级 那不是 就是说 就是说汪峰这种搭配 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比的 都是有个人的很鲜明的特色 就看汪峰最后喜欢哪一种类型 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 哪个 哪个弱 就留下哪个 我们的组不就好打了吗 你不要讲那么明白 就这意思 对 那杨老师 如果让你决定 谁留下 谁离开 你会选择 他们当中谁留下 哪个都不弱 哪个都不弱 都不准留 只能留下一个 你会选择谁 如果以我的风格 我会喜欢郑家文这类型的 虽然阿锐的现场感更胜一筹 但是娜杰显然偏爱郑家文要多一些 和盲选时音色上的巨大差别 也让哈林和杰伦对郑家文的这次演唱赞不缺口 我觉得郑家文的状态 是比较想不到的 因为他上次唱的时候 不是这个状况 他不是这个状态 我比较惊讶的是音色方面 上次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音色 对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 我们所谓的有一个声音叫做air 就是声音上端有一个空气感 空气感嘛 空气感 对 他刚刚唱的这个调是E大调 E Key的调 从主歌开始 他就是已经 通常主歌我们会有个循序渐进 一首歌 然后他这个他挑的歌也不错 因为比较吃香的一点 他主歌直接就到咪跟发 通常我们一般的歌曲 副歌才会跑到这么高 他一开始主歌到咪跟发游走了 到了副歌其实他还是在咪跟发游走 这首歌的range他并不是这么高 不过很适合他的唱腔 而作为驻战导师的蔡建雅 其实以前的郑家文的唱功非常熟悉 但他依旧毫不吝啬地 把极高的评价赋予了眼前这位他的歌迷 家文 其实 我觉得 在你开口的那一刻 我全身骑鸡皮疙瘩 有没有人骑鸡皮疙瘩 有 可是我觉得那一刻 不是感冒了 对我来说 你赢了 因为一个演出 一个演出就是 当你不知道这个歌手一开口 他会 声音会长什么样子 你在期待中 他的状态也是非常的放松 但是他唱的那一刻 你感觉 那个空气感 那个稳定度 那个情感 在第一个字 就已经开始从头到尾 完全没有松懈过 从昨天到今天 你已经飞越一般 所以对我来说 今天你的 你让我骑鸡皮疙瘩的那一刻 面对导师们几乎一边倒的评价 主考核导师王峰倒是要替阿锐讲几句公道话了 在他看来 为了打响考核战的第一强 阿锐的努力和改变是全队最多的 阿锐作为整个战队的opening 他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一再跟他说 他的groove 所有的这些准确度和弹性 是这首歌最重要的 然后他的相琴的表演 包括整个这两首歌的衔接 还有他要挑战自我 和整个这个全场观众的沟通 在排练的初七阶段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来讲 都有些障碍 别看他其实每天 在和他的家庭乐队 在你的 在澳门啊 在这些地方表演 这是一个不同的舞台 但是他今晚挑战的 最终呈现的 我觉得非常出色 听到汪峰老师 对于自己的肯定 早已紧张地冒汗的阿锐 终于是长舒了一口气 中文并不算流利的他 对着自己的导师 投起了新窝子 老师 我觉得 你每次来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休息房间的时候 这个舞台 这个表演 这个老师 全部的老师 有这个机会可以分享音乐 表演 认识 很多厉害 特别 帅 漂亮的歌手 对 你是说的是他吗 对 对 如果说阿锐的改变 是让汪夫子 铭记在心的话 那么 郑家文的飞跃 则是实实在在 出乎了汪峰的意料 他甚至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家一定要明白 他十九岁 对吧 十九岁 是这个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 辨识度非常的高 看着他的外形 很像是那种 可能 就是 干干净净 声音比较的清亮 就这种感觉 但事实上 他的声音 还真的是略带一点点的 也不叫沙哑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有Air 有那么一点点沙哑 那这个不是他这个年龄 其实不是这个年龄的声音 十九岁的一个男孩 去唱一个 James Blunt 写给自己最爱的一个女孩的歌 而且这首歌 不是这样 嘱咐歌 喜福特别大 我听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一边在担心 你会不会有 开始走向这首歌的一个 没有了 没有变化了 但是我慢慢慢慢的 这个担心没有了 我是真的被你的歌声带走了 这一点我觉得 我特别欣慰 而且你也给 全场的观众 我相信是带来了感动 而在郑家文看来 这一切的意外 都是汪峰带给他的 正是汪福子 对于音乐的那股认真劲 深深感染了那个 曾经自卑的他 其实就是之前 我也没有学过 正规地学过流行唱法 然后 身边很多朋友 唱歌唱得特别好 然后考进了他们 特别理想的学校 这个其实是我挺自卑的 挺自卑的一个地方 但是 这个 真的是这个舞台 就是成就了我 因为我可以 比他们 更早地展现自己 展现自己给大家 说实话 其实我当时导演问我 说盲选的时候 他说 因为有心目中导师的选项 你是排在最后一个 然后 因为我 不是说我不喜欢你 因为我 其实承认自己的风格 跟你的音乐 太不像了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会是第一个冲下来的人 所以 这个是我 非常感激的地方 然后 包括接下来的排练来说 我都发现了 您是 对一个音乐就是 在音乐方面非常严格 但是在私底下 跟我们 而且每一次排练 您都会准时到 而且 跟学员们 也会在排练之前 都来我们学员的房间里面 跟大家 聊会儿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别人大家就是说 见到您 不用这么紧张 可以放松地唱歌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俗话说 手心手背都是热 虽然其他导师 都倾向于郑家文 但只有汪峰自己知道 阿锐和郑家文 为了这次对决 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这让本就纠结的他 陷入了深深的抉择中 是郑家文离开 还是阿锐离开 汪峰导师 请问 你准备好了吗 马上 我再想一想 因为 每一个战队 几位导师是了解的 每一个战队 对于未来将要面对的对手 有的时候是特别错综复杂的一种情况 最终 在经过了长达十几分钟的纠结之后 汪峰忍痛淘汰的阿锐 将郑家文成功送进了下一轮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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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碰到你了 和你的对手拥抱一下 阿锐 辛苦了 真的 我知道你练这首歌 不错 很辛苦 很辛苦 谢谢 让我们记住 让我们记住 让我们记住来自中国澳门的 二十六岁的阿锐 让我们恭喜 郑家文 第一个加入王峰导师五强战队 郑家文 有什么想说的 我就想说 这不是一场淘汰赛 这是我们十强 带给大家的演唱会 大家好好享受 谢谢 郑家文 记住你用你的歌声 来征服了全场的观众 记住他 一个你难以忘掉的声音 郑家文 郑家文 云雷某场编辑报道 在周杰伦战队中 还有这样一位喜欢真假音 转换极快唱法的高瑞 在生活中 无时无刻不再研究着 这种唱法的他 最终将这种唱法 带上了中国新歌声的舞台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由高瑞演唱的魔术先生 来啊 你选我 选我 你选我 手搅拖轻轻捧 这只换手移动 给观众一个梦 亚语中有笑容 手中海报却不了汉堡 放了初流载冒 你永远都踩不到 不要问我什么是真的 我给予的是真的 因为无事无可 我只要你的快乐 心想啥事用脸 破败方式 我手法静止阿尔木子 累一百分的姿势 谁说恋爱叫莫属 是不小气势 所以他消除我是大事 嘟嘞嘞嘞嘞嘞嘞嘞的心 想啥事用脸 破败的方式 我手法静止阿尔木子 累一百分的姿势 谁说恋爱叫莫属 是不小气势 所以累又累又累又流迪 一百分的姿势 你看有没有 我手门就行 铃嘞嘞嘞嘞嘞嘞 回去从手扶我 悲多混的个生气 所以他笑成我是大师 所以他笑成我是大师 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员 让导师哈林直呼大前辈 他就是关林芝 因为女儿来到了这个舞台 格高望重的她是怎样看待这个比赛的呢 最后是什么原因选择了哈林导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林芝是怎么回答的 中国新歌声的舞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员 让哈林导师直呼大前辈 因为女儿的报名才来到这个舞台 一曲引人陶醉的Enterment Heart 引来现场阵阵欢呼 拥有38年演唱经验的关林芝 面对哈林导师的热情招呼 连连声想不到过了那么多年还记得我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说过了那么多年她还记得我 我想她记得我的事应该是我在前几年在金曲奖 因为那一年刚好她是主持人 我还蛮惊讶她还真的记得我 从于2010年获得了第21届中国台湾金曲奖 拥有客宇界的江会称号的关林芝在年余半百之节再次站上舞台 不仅是要给女儿做榜样也想要重新证明自己 关键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我在50岁以后给自己一个期许 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金曲奖以后呢我到世界各国去演唱 今年2016年我决定把自己归零 到中国新歌声重新学习 要向你学习 我在冲下来之前 我就完全不能否认的说 这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人 对不管是任何一个叹气 任何一个那种感觉都那么到位 谢谢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冲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关老师学习 向你致敬 谢谢 致敬而且要学习 比较好奇是不是 汉安哥你是认出关姐的声音而冲下来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认出她的声音 我只听出来那个经验 她唱歌的经验 我们刚刚两位是因为被她阻止的关系 她说这学义我要你不准下来 我们两位就只好在那边 她又很鼓励我来 我就赞她一回 给女儿做个榜样嘛 就算成功了会很高兴 对不对 失败了 也要让孩子知道 人生总是有不如意的时候 怎么样去贫富她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教导 不仅是女儿的榜样 也是四位导师争相学习的榜样 对此管林芝非常不好意思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谢谢 不敢说 如果让现在任何一个年轻歌手 告诉她 你从现在开始努力 三十年后 你会发光 她一定就走了 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五十岁以后 我更看清楚 这个世界的美好 好的榜样 真是 其实我有点荒 对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四位都是非常成功的音乐人 当然可能是我做音乐是时间比较久 但是很显然的 他们都是各据一方的 非常厉害的 德高望重 却又非常自谦的管林芝 坦言自己是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一次比赛 我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了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平常心看待 因为有时候你太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心理的平衡感就会失去了 关林芝以平常心演绎的歌曲 获得了现场观众的心 也赢得了那英和哈林老师的冲下山 两位导师也是花季心思 想要经验老道的关林芝 进入自己的战队 关老师 我们一起来玩喜欢的音乐 然后咱们住的又近对不对 都在台湾 时间很多的 关姐 你要来到我的战队 我的队里从来没有像您这样 就是对音乐还是那么热爱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其实在您这一趴确实要说 你想好了吗 到底去哪一位学员的班里 两位老师我都很喜欢一黑一白的 一黑一白的 你觉得你是到宠物店对吧 所以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哈林老师 最终 文灵芝进入到了哈林老师的战队 她将继续在新歌声的舞台 尽情歌唱 来自浙江金华的周阳 歌声优美形象卡通 获得了导师和观众的极大关注 并且她以一首 我好想你俘获了大家的心 她为何给自己取名叫龙猫呢 她的唱歌启蒙老师就是谁呢 当导师们为她而充实 她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跟着记者来一探究竟 在中国新歌声里 一位来自浙江金华的周阳 歌声优美形象卡通 获得了导师和观众的极大关注 她以一首我好想你 俘获了大家的心 关了的全都一个样 心里的伤 无法奋向 生命 随年月流去 醉带返劳去 随着你离去 快乐秒无一许 我好想你这首歌是我老妈特别喜欢的 主要是因为我老妈以前嘛 就一个人带我 韩兴师不把我拉持得很容易 但我又很叹匿 长大之后懂事了 所以这首歌是送给我老妈和新爸爸 和送给我这个一家三口幸福家庭的 优美独特的嗓音 温柔叙事般娓娓道来的真挚感情 音乐专业科班出身的周阳 带着清新温暖扑面而来 为这个炎热的夏天 注入了一抹清两风而最初是他走向音乐之路的启蒙老师 是他唱物具的爷爷 你怎么会开始学音乐是从小家里培养还是怎么样 不是的 就是自己喜欢 对就是自己喜欢 因为我的舅舅舅妈爷爷是唱戏曲的 然后是金句吗 物具 能哼一段吗 就是到底是什么一个味道 来一下来 有点金句的味道 深受爷爷影响 有着音乐天赋的周阳还有一个名字 就像他的穿着一样卡通 叫龙猫 因为我是从电影龙猫里边知道的 然后龙猫是一个很正直善良 很给人家温暖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也想成为一个很正直善良的这么一个人 冲下来又看上你这身装扮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 你知道刚才你的声音跟这个果然意想不到 你这个不就是七龙猪里面的装扮吗 七龙猪 想法独特的周阳 想要做一个善良正义的龙猫 保护我所有爱的人 然后带给他们光明正义和温暖 同学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唱到这个停下来那个部分 你有蹲跪下来 这个就是悟空的动作啊 有没有 来到地球 发功 对啊 他准备要被派气功 那是一个设计好的东西吗 不是不是 就是当时 就是我之前唱都没有这样子过 今天是真的 因为心里有 所以你在那发功是吗 蹲下 我在准备变赛亚人那时候 变赛亚人很厉害 性格大大咧咧的周阳 用他温柔细腻的音乐 触动了导师们的心 获得了杰伦 哈琳和纳英 三位老师冲下山 你刚才从第一个字开始唱 我就深深地被你带进这个故事里 你二十岁就这么会唱 你是真的是走心了 我觉得你有一种很稳重 很成熟的一种声音 我说不上来 我感觉是已经发过片的歌手 我觉得你应该来我这边 我们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中国风 就很激动 就真的是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我能从这么多人里面 能走到上舞台 是一件很让我自己骄傲的事情 对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师会冲下来 到底话多的比较好 我跟你讲 还是不讲话的比较对 我话多但我不伤害人啊 我们谁伤害人你说呀 你们三个都伤害过人啊 我伤害伤害谁呀你 你你也说不出来你看 他伤害我 你伤害了我 小儿过 好 好了 时候到了 所以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还偷笑 那你说你说你都没愿意来 好 我的选择是 英女神 纳英老师 你看 对不对 你看 你每次都为了抢人 伤害我们 内心激动的周扬 面对三位导师的激烈评奖 如愿以偿地加入到了 纳英老师的战队 就是很激动 就真的是没有想到 因为特别喜欢他 然后就觉得 因为他是我女神 因为他能把一首情歌 唱得丝丝入口 对 这是一个我要 一直要学习的方向 随着比赛越来越白热化 周扬用他独有的龙猫精神 来面对这一切 相信顺其自然 珍惜当下的周扬 一定会在音乐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娱乐幕场采访报道 好了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锁定我们的 娱乐幕工厂 明天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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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